在新赛期的对抗路一定要看完这些改动 可别到时候怪仙哥没讲哦 斥甲的调整 先是将其4400的血量砍到了3740点 对抗路英雄以吕布为例 可以少打三四刀快了不少 且野怪的仇吻范围是变小了一圈 以后就无法将斥甲拉到草丛里击杀了 而杀掉他所得的经验从40降到了30 金币从60降到了45 散影花调整不管是对抗路的传送阵 还是你存储的散影花 只要点击传送 格道的落点位置就会出现这样一个虚影 敌我可见 不过传送本身就是小地图全头可见的 只能说不爱看小地图 且不开游戏声音的玩家有福了 那除此之外 新赛季防御塔显示的攻击范围黄线 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远离防御塔时 黄线就会越来越淡 现在即使你靠近防御塔 视野都不会直接暴露了 只有当黄线完全亮起来时 地图上才会显现出你的视野 是不是很棒 在新赛季的设置里 还添加了一个这样的功能 当位移技能与实际落点有偏差时 会触发落点提示的圆圈特效 当这个小圆点消失后 就代表你可以百分之百穿墙了 在对抗路里 有哪些英雄受益呢 像有二段位移的花木兰和猪八戒 在这个白点显现的一瞬间 就可以释放技能了 靠着轮盘的辅助调整 是能直接穿越墙的 这关于这次可谓是大加强 解决了移动轮盘 经过中心时会断马腿的问题 且二技能的强化踩踏 也会有这个落点提示 算是一波小福利了 而这个机制 现在还没有普及到全英雄 像要的二技能 圆格的傀儡大招位移 目前还没有增加到这个特效显示 但最离谱的还得是马超 强化平A就可以穿墙的特性 可以说这是最最最需要 这个机制的英雄了 可是他偏偏就没有 这里希望王老师能在日后 优化上加一笔 拜托了 关于此设置 还有一个古老的小问题 当被杨检一技能标记的目标 靠近墙体后 一技能的二段位移 就会命中目标后穿越地形 造成很多尴尬的瞬间 希望这个机制添加上去 也增加位移百点 防止玩家操作失误 那这次的一级战令皮 是给到了杨检 想要入手这个英雄 还有几点你需要知道 杨检在使用一技能二段后 立刻用闪现换位 会返回原地且僵持一秒 配合精神甚至有种 仙人指路的感觉 记得千万不要用 一一闪二就好了 正确操作为 一一二闪 在一技能结束后 直接点击二技能 用闪现去调整方向 杨检会自动朝着 落点方向去横扫 不要试图 用二技能调整失法 会有明显的卡顿 或者直接失误 那杨检还有一个bug 其三段大招里 前两段大招命证多个单位后 回复量是一致的 但第三段大招的激光 在命中同一个单位时 会从第二次的伤害 衰减到只有50%的回复效果 那我们这里 让三道激光射向不同的目标 总回复量依旧为397点 这就相当于 只要激光在命中第二个目标后 其回复量就衰减到50%程度了 你描述不符 杨检路勒 我赛什么能门 也不能这样队伍啊 以上就是新赛季对抗路比较重要的调整了 希望大家新赛季早日上网者 大显 你觉得新赛季玩什么英雄好上分呢 每个赛季出好上分的 那当然是新英雄 超标小美女 鸡小满 相同水平情况对线 没人打得过她 是非班必选的存在啊 咱们不见不散